第六题 需求X拮据为-5 Y拮据为-4的直线方程式 好那这个呢 有一个新的通式 它叫做拮据式 如果你可以记得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带进来 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 怎么办 放弃吗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呢 它其实就可以 用我们刚刚教过的什么来算 点斜式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用点斜式来算 因为课本没有讲到拮据式 就先不要用好了 我们就用最基本的方法来算 X拮据为-5 那代表的是这个点是什么 跟X的拮据 交点是-5 所以它的点叫做-0 那Y拮据为-4 就代表跟Y轴的交点 是在0-4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点 一个点呢 叫-50 一个点呢 叫0 -4 好有两个点 我们就可以求什么啦 斜率 X座标 相减-5 减0 分之Y座标 相减 0 减-4 好 所以呢 分母是-5 分子呢 负负得正 所以就是 -5 分之4 有了斜率 我们再随便找一个点 好 我们用-0来带 好 那我们带点斜式 Y 减掉Y座标 会等于 斜率 乘上 X-X座标 好 X-5 好 那我们要来整理一下哦 这边呢 Y-0就是Y 对不对 那-5分之4 好 那这X-5 负负得正 所以就变X加5 好 那我们两边等量乘上负5 负5Y 等于4倍的 括号X加5 好 那我们一样继续把它做整理 那如果你可以比较快速的写的话 你可以不用写的这么详细的步骤 好 所以我们最后的整理答案就是 4X加5Y 加20 等于0 好 那像我自己在做计算的时候呢 中间这个步骤 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心理计算的话 好 你就可以少写很多的步骤 不是说你一定要跟老师一样 每一个步骤都把它写出来 好 譬如像这里Y-0 我就会直接当做减0没有看到 然后负负得正 我就会自动眼睛把它变成加 好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就会怎么样 这边变成Y 这边变X加5 我就自己眼睛会把它改过来了 那接着呢 把这个分母乘过去 我就可以跳到这一行 所以如果是我在写的话 我就会直接就可以写 -5Y 等于4倍 那本来是不是应该要写括号X加5 对不对 那如果你动作够快 记忆够快 够专心 也够训练 你就可以直接写出这一行 好 不过一开始在写的时候呢 还是希望你们可以一步一步慢慢的写 因为写对比较重要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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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